因为重阳节快到了 那我们常常讲一句话说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那我们台中市65岁以上的资深公民 就是我们的老宝贝 一共有46万位 那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心情愉快 松果长青 那我今天代表来拜访的这位阿仲呢 他已经101岁了 而且这个走路也很好 就扶着拐杖就可以走路 所以身体非常的健康 那他过去担任我们相待会的这个副主席 也担任台中市政府28年的调节委员 是地方的公斗备 在他的一生当中奉献地方 调节这个排分解难 非常受到乡里的敬重 那好事做很多家里的精也很好 再加上他有特殊的养生秘诀 所以现在高手101岁 我们祝他搜国长青 不过这个阿公的养生特别方法 很特别 跟一般的阿公阿嬷不太一样 也是可能是我们一般人做不来的 阿公喜欢吃甜食 早上呢都吃五颗的芝麻汤圆 长期这样子吃 然后他还喜欢吃肥肉 喜欢吃控肉 而且专调肥的吃 他还跟我一样 他喜欢喝可乐 每天都要喝可乐 所以他有很特别的条件 那可以这样子的养生 然后可以长寿 这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学习的 所以也不见得每个人都要模仿他 因为每个人还是要注意保健 要注意这个营养师所建议的一个饮食方式 那阿公是非常的特别 那不管怎么样 阿公自在快乐健康 我们再次的祝福他 重阳节快乐 松果长青 松果监灡 At the Women's pod 松果监灵